老板就说了 咱这就不正宗 老板正常的啊 不正宗 老板底气还这么足 说咱家这 不正宗啊 不正宗啊 不 他就是跟着 咱本地的口味 去盖一亮的这种 盖一亮的这种 不盖一亮的就是他 四川淡淡面 但是呢 在这家店里 已经算不上正宗的川味了 年365天 不是35天 那应该是来个 200天 200天 是200 很劲道 很劲道 很劲道的 去四川也吃过 嗯 那你觉得他这个 跟四川这个淡淡面一样吗 在这吃完以后 四川都丢不正宗了 四川都丢不正宗了 哈哈哈哈 到底 这不是 这个 这个话是人家说的 跟咱没关系 不知道有多少天 但是我几乎上班的时候 就会来 味道还挺硕的 很适合我的味道 很不厚 像上演一样你知道吗 上演一样 四川的正宗 还是这个正宗 我这一夜的正宗 可能这个比较正宗 哈哈哈 很香 然后面条也感觉 比较劲道 我平常不是特别能吃 但这个辣度 我能介绍 吃的有不有 不有不有 这个不有 完全不会有的 也不腻 也不腻 对 一碗不正宗的四川淡淡面 大家伙还这么爱吃 还这么捧场 你说气人不 我在这个正宗开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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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一直都是这 对 不正宗的味道 哈哈哈 就这一个小店 能生存二十年 哦 那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可以了 他们是吸面条 带糖带红柚的 它那个就是 拉 柚啊 拉汁啊 它都比较重 说句实话 它这个面条 确实是会比那个 就是平常那个面 粗糊一些 一丁面就粗糊了 而且粗的程度还不少 精度怎么样 你这样 这样快 哦 哈哈哈哈 这样快 又学会了一个新的 检验面条 新不新的标准 七两 换两大的 可以加点面 不要钱 通过对面的粗细 和口味上的改良 这一碗淡淡面的制作 你知道需要放多少种料吗 我要给它挖九样 才能出来一碗淡淡面 一个是肉臊子 料油 这是咱的花生 花生 这是花生碎 这是咱的底料 这是麻粉 这是四川义宾的鸭菜 鸭菜 嗯 这是辣椒 辣椒 必须高汤啊 我们是用老母鸡 老母鸭 嗯 半碗菇 嗯 熬的 淡淡面 一碗13块钱 重七两 不分大小碗 加面呢 是免费的 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 性价比不错 咱平常吃那个 所谓四川那个淡淡面啊 差别真的很大 面条粗了 然后没那么多红油啊 是吧 也没那么多汤 按照老板的说法 是经过改良的 来吧 哦 哎 一定要拌匀 这个微辣的啊 微微的有什么一点点辣味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麻椒的麻香味 直接就在嘴巴里面 哦 这么开始回荡了 面条本身筋道 爽滑 真正软筋 而且肉酱啊 包括它那些底料 给出来那个味道 很浓郁 很有层次感 哦 老配啊 反正老板都说了 它这个面 不属于正宗的 那咱就按照 在河南地道的 屎巴辣子 走吧 面条呢 是比较筋道爽滑 香味十足 香味中 肉香带着微微的麻椒香气 冲入你的鼻腔之后 味蕾呢 就会瞬间的打开 让你的口腔 不自觉的 就会分泌出液体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 既不油也不腻 微辣的口感呢 整体辣度很低 麻味呢 略微突出一些 店里老板自制的香肠和炸豆腐 也推荐您尝一尝 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